昨天花1小時組裝好的機械狗 不大便宜 一隻要55塊人民幣 當初以為被騙 因為這一隻頭上是機械狗 他還幫我組好 這已經被我拆一半了 這個要demo給學生看 這一隻 這隻機械狗只要10塊人民幣的樣子 ok 差很多 不過後來覺得划算 那這個 這個 沖一下是電呢 那這個或者是太陽能打一下呢 既然可以跑 那這馬達蠻厲害的 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現在我把電池拿掉了 這個 這個 好像只吃電籠的電 喔 動作有點緩慢 因為沒什麼電了 可以 關掉 那這個 他有護個頭 斷頭的 護個頭 頭也塞上去 就有頭了 OK 算 光一下好了 塞了 塞錯偏了 這樣 OK 好 這個組裝的 這個 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電池的 吃電的 還有一種是這個 太陽能模式 不過我試過太陽能模式 這個 在我這個 當工室裡面 它只有0.5V 充不了電 OK 這要再日光燈底下 或者比較強的那個照明設備 那這個電池模式呢 上了電以後 它一下子就 大概只要這個 幾秒鐘就充飽了 那把電池拔掉 它還能夠繼續跑 OK 這個 我充一下再跑給 大家看一下好了 它會跑得比較快 好 我剛剛 用這個電池幫它充了一下電 一下子而已 大概一秒鐘 它馬上這個 充電燈就亮了 代表它這個有電 它那個 裡面那個電路 我沒有仔細看 就把它裝進去了 又冷的把它拆下來 可能是要再買一套 它電路裡面 我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個電容 好像也沒有小電池啊 它怎麼 那個電容可以提供那麼大的電 覺得有點神奇 可能會有電池的樣子 我再去買一台來看看好了 OK 那這個 現在有電它就跑很快 那這是它的殼 它的背 背 我裝跟沒裝差不多 不用裝了 OK 好 再跑一次 它可以跑滿久的 充一支電可以跑滿久 其實就比較快了 你看 你看這個 一支台幣兩百多塊划算啊 它這馬達 馬達 吃的電力會不會很多 這高效能馬達 你看我才 充不到一秒鐘的電 可以跑了這個快一分鐘 快沒電了 你可以繼續跑 它這個馬達 它這個馬達叫什麼 它叫什麼馬達 這叫什麼馬達 有幾馬達 因為它馬達 蠻厲害的 但是它電路很厲害 很厲害 它主要是它是輕啦 它這個 沒有幾公克 裡面都沒有用到這個螺絲 充滿一秒鐘的電 可以跑那麼久 要跑越慢 它跑不動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有一種 一個自由度 給人全進 它也不能後退 也不能左轉 也不能右轉 這個 用電路去控制 它好像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的 這塊沒電了 跟老人家一樣 跟我走路一樣 它走不動 它走不動 你再撐 還在撐 哇!走不動了 還可以 真的走不動 OK 好 這一隻 就跟這一隻一樣 就一個連桿 然後帶動這個 四條腿 那連桿就前後這個同步 讓這個四條腿同步 OK 所以結構很簡單 好 就這樣